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 好久沒見了 都有一段時間沒跟大家更新內容 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事事順利,心想事成 在新的一年,我都用了另一種形式去錄音 就是用了一個無線咪,夾咪 想試一下音質如何 如果大家覺得音質還不錯 方便的話,請留言告訴我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就是 一連一度的CBS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在美國正式舉行 今屆個人電子消費品展 有什麼特色值得大家關注一下呢?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行業 電動車 就展示了一些最新的功能 隨著電動車的自動駕駛技術越來越成熟 現在的車廠更加注重 關於在車內的娛樂方面做得如何 如果在美國用電動車 功勞非常之長 如果電動車是穩陣的話 這段旅程 如果不用自己開的時候 就相當悶 所以在車內的娛樂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次展覽中 不同的車廠展示了他們的車內娛樂 有什麼新發生 主要都是集中可以玩遊戲 看一下影片 看一下電影 除了電動車之外 另外一種的車也有些新突破 是在說BB車 BB車方面有什麼新突破呢? 就是展示了一款自動駕駛的BB車 究竟是怎樣玩呢? 即是說一對夫婦 他推著BB車在街上走 就會跟夫婦的步速可以同步 例如對夫婦停車的時候 BB車也會自動停車 他們要走的時候 BB車也會跟著走 發明這輛自動BB車的創辦人 都是建議BB不在車的時候 用自動駕駛功能 至於如果BB在BB車上 有建不建議用呢? 我自己沒有留意到 一個創辦人有沒有提及 可不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只可以在BB不在車才可以用的時候 又好像不太吸引 另外韓國的LG集團 在展覽上展示了一款 97吋大屏幕LED無線電視 無線的意思是無線上網 例如平時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用電腦電腦上網 它應用在電視上 另外也看到一間公司 推出了一款產品 就是可以發出一些光 可以照射到牛油果那裏 而且對於農業的從業員來說 都是一大方便 因為你可以把這個技術配合 一些機械人 變成不需要自己人手 逐個逐個走過去看 機械人在農場的應用 其實越來越普及 因為在外國大家都知道 農場鬼死那麼大 如果要用自己的腳去走 就是走到天光都未走完 如果用機械人就不同了 因為機械人是不會累的 只要配合一些鏡頭 或者剛才說的 用一些光線照到農產品 透過這些大數據分析 就可以知道農產品的成熟程度 另外還有一個產品值得關注 可以在機場應用 其實它是一款自動輪椅 方便一些行動不便者 這款自動輪椅 其實在機場登機的時候 可以自動送你去需要登機的閘口 變成如果不想走的朋友 直接找這些自動輪椅 坐在上面輸入Gate Number 它就會自動帶你去你想要登機的地方 這款自動輪椅 在後面也有一個放置行李箱的空間 所以相當方便 說真的 有時候去到一些大型小的機場 的確要走相當長的一段路 才去到登機閘口 如果有這些自動駕駛的輪椅 可以坐下 又不用拖著行李 真的相當方便一下 以上就是關於今次的 消費電子產品展覽的亮點 下次我們見到一些 最新的商業資訊 就會繼續在這個頻道 和大家更新的 今集內容先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今集的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